冤狱的事情在很多国家都发生 在台湾外也发生过 所以冤狱的事情是很惨的事情 就是因为完全无罪就被处死 这是最冤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冤狱 不能够冤狱最好的方式就是废除死刑 大家觉得废除死刑跟冤狱没关系 其实废除死刑就是让人不会被冤枉处死 正义则案本身也是一个冤案 可能会被冤杀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是说在整个重建现场之后 有很多证据显示 人应该不是 警察应该不是正义则杀的 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记录 很多深入的研究探导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冤案的情况呢 不然是跟我们整个法院的组织 乃至于法官的心态有关系 因为这个案子不是初判死刑 是定验的死刑 定验的死刑表示他经过了好几审 然后好几庭的法官都认为他有罪 这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有那么多的证据显示不是他杀的 为什么一定要判他死刑 我们看看警方或者是检方 乃至于法官所依据的证据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法官一直不愿意去接受一些质疑 我想人命关天 法官应该非常谨慎 只要有任何案子 有任何质疑的地方 就必须把质疑的部分 讲得清清楚楚 或者是把它化解得清清楚楚 假如不能化解就不能处死刑 所以在正义的案子 我更认为是各级的法院的法官 本身可能有一些偏见 乃至于看不清楚的地方 以至于没有对实际的证据 好好加以考量 最后判正义这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 法官本身的文化 跟法官的心态 可能要做相当的调整 真相未明重启调查 给郑姓哲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